今天新屋入伙 会和大家看看收楼大约一个星期的红磡逾月 项目前身是两座堂楼 08年市建局推出招标 二向收到7份 但标书只得顺和一份 经过包装之后 去年以平均资价8,000元推售 是少有入场费 200万以下的市区本 吸引到很多用家和长线投资者入市 而今次和大家看的单位 就是由投资者买入来收租 单位可认为相当迷离 建筑面积只有270呎 但整体用料和手工不错 虽然本身地方比较小 而且又不实用 所以发展商都要用尽一些办法 为住户增加传物空间 信和和市建局发展的单栋楼月月 位于红磡必加街一条横行 街尾是红茶馆酒店和世界殡仪馆 密业楼高26层提供68个 大约270至370呎的开放式单位 机座佔了三层 包括大堂、机房和开始招租的铺位 接着才到第一层的住宅 会所都是这一层 令到这一层只有两个单位 比其他一梯三伙少 这次看的单位 业主今年3月以205万买入 收留一个星期 打算以1万元放租 建筑面积272呎 连路台和工作平台 使用面积只有185呎 即是使用率只有6.8 全屋有眼望 我实际上可以一般用就是 我们站在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大约有8呎9吋 这个深度有6呎8吋 其实一个50多尺的空间 其实就是这间单位的主力 单位位于高层 警官都算开扬 全屋长身平直 反应批档做得好 油漆也均匀 地板和门框铺了实木 整体手工和木材的质量都不错 不过海具业提醒 木地板容易索水 抹地的时候最好用干布 倒写水你都要尽快清理 开晒全屋的灯 发现天花灯斩斩下 可能是电线松了 需要跟进 厨房在这里木门后面 活动空间只有20呎 勉强容纳到一个人 打开门用都还可以 但是关上门 由工作平台看进去 就知道有多不劫 关上门 大家都看到 做开放式厨房会比较理想 但是在发展商的角度 厨房是开放式 牵涉的消防问题和批击过程 就繁复得多 所以他们尽量都不会做 厨房设备齐全 但储物空间明显不够 那发展商怎么处理呢 窗口特别加装玻璃层架 等业主有多些地方摆杂物 和旗下去年推出的 同类型楼盘 长沙环预会一样 在厨房门背后装上挂架 又多一个地方摆东西 更索性就是 将一套厨柜搬出厨房 放在圆关位 这套厨柜组合表面是 焗漆配纤维板 二刮花 由顶至底分别是酒柜 雪柜和洗衣机 中间还有工作桌 不过这张桌就好看不好用 这个工作桌如果拉出来 如果拉得很准 其实就比较不稳 这里就比较移动 幅度很厉害 而且不受力 因为靠两个老鬼 所以最好用的时候 就不要拉出来 最多拉三分二多些 浴室望下去相对闊落 还有LCD电视 安装在玻璃镜柜中 再在柜门开个洞 这样就可以隐藏电线 又可以叫做有个洞用 还细心到开多个小洞 方便遥控 量位要很准 才可以做到效果美观 浴缸站位就迫夹了一些 洗澡的时候就要将就下了 为了省长身厚度的位置 浴室间长不是实心 而是中间夹了金色织布的玻璃 通透得来又叫做有些私隐 但何个业认为 始终都是实心长好些 浴室这块玻璃的屏障 就不是传统我们一般的实畅 那其实呢 可能如果自己用的问题 如果两个人用呢 浴室使用的时候 可能噪音都会有影响 浴室母窗是俗称的黑廁 门面又没有白叶 本来就不合规格 但发展商用了另一个方法 去加强通风 除了天花有抽起线之外 浴室外面也有抽风口 将客厅的空气抽入浴室 单位细细 不过一样有露台和工作平台 以这个单位为例 两样加起来就有接近40呎 而且看回纽书 大厦每车管理费要2.69 拍得住不少的豪宅盘